泥沙台风为花莲带来惊人的雨量 丰沛的雨水都把瑞港公路变成溪流 一旁的挡土墙上的水就像一条小瀑布一样 在门山部落一处民宅也在16号晚间 在家里出现淹水的情况 屋主也无奈地提到住了几十年的房子 因为九一八地震产生许多裂缝 虽然已经有贴黄标 但还是没有获得协助处理 而这也是头一次家里发生淹水的情形 目前虽然雨势有稍微趋缓 而山区的土石仍然有崩塌的情形 造成通往山区产业道路中断 山上的产业道路都汤方了 希望所有的民众也特别小心 到山上也特别注意 现在洪水很大 千万不要往山上走上去 另外在玉里镇观音里一处水稻田也出现淹水的情况 原本五公顷的面积有四公顷倒坐 泡在水里 这个地方是比较低 问题最大的就是排水的地方 常常常都会那个基因你都排不出去 我跟他们讲 他说你找他 他说你找他 我不知道找谁 如果他们发现说确实有5%以上的受损 而且每一个所有权人的受损比例都要到达20%以上 他们就认定这个是灾损就会成立一个专案 来受理现金救助 此外玉里镇山明里一处机舍也因为沟渠堵住 排水布局淹到50公分以上的高度 导致20多只机肢死亡 现这段雨势也开始趋缓 现否则陆续汇整灾损情形中 而农民也无奈的提到 辛苦的心血泡汤之后 是否能够获得灾损补助还不得而知 约这新闻在罗Beats花联域里采访报道